嘩 嘩 這麼大股的味道? 做什麼事? 洗臍 嘩 好臭味 你看到我的樣子 是狠了 咦? 和呼吸一樣那麼黑 你終於肯動手 弄一部VFR 是這樣的 上一集 跟大家預告 就拿一支尾蛋出來 做尾蛋之前還有些事情要處理 要講解之前 大家要先看兩條影片 第一條是這一條 講解部車發生什麼事 第二條是有關淘寶手泵的影片 這一部是VFR48 即是大家看到的翻新影片 手泵就完成了 有迫力 也有迫力燈 以後在斜路推車 滑下去的時候 就不用撞牆了 這條是迫力油喉 油壺 慢慢落油 有下落… 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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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油喉 這條仆人呢 不知道第幾任車主 為了改造新高腳踏 它就剪短了油喉 你等我一下 這一條是上手的油喉 我們一拍下去 你看同油壺差很多位置 差很多 而這條油喉披口的位置 正正就是它剪了油喉 撞他 沒有碧力油喉怎麼辦 那就配碧力油喉 這些油喉是可以抵抗多科以上的碧力油 OK anyway Fuck you Fuck you 好了 換了碧力油喉之後 對位 誰知道碧力油喉就不合裝 又看回那條影片 就是碧力油喉會頂車架 有一次有個客人上來頂車 他開了圓養仔 我和他換了小豬 我就順便拿他車的小豬 放在這裏 什麼豬 普利豬 蛤 現在剛好碰住 但不頂的 純粹是膠模進不去 放好碧力油喉 同一時間上了原裝腳踏 調好角度可以連接著煞車之棍 現在是有眉迫力了 正當我打算下一節就換尾喉 貪特爾沒有東西做就試試穿車 結果那部車呢 不穿 不穿 他踏盡了我一塊電 和我朋友的一塊電 都踏不穿 結果我就起油缸 又洗吸 為何我要用油洗吸這個字呢 在諾明哥製車的時候 其實那個洗吸是一個很基本的洗吸 基本上是處理了汁咀 和汽油劣化結晶的問題 我的油缸裏面可能有很多污糟物 殘留物 或者我的油路上不是很乾淨 兼且我攤太久 很久沒有開車 令到這些污糟物就沉澱了 結果那部車開不了 所以基本禮排洗吸 在洗吸之前我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汽油機器 汽油機器 問你這條問題 VFR400是一款什麼的引擎? V軸四光 如果大家有看過第一集 我是輕輕畫過V4的夾角 和擺位問題的 它再吸 就這樣就插在這裡 很難插 這裏不能入手 這裏不能入手 它的位置是向車的左邊擺的 結果擺得我慘了 是車的設計問題 是比較難入手的 幸好我四粒生氣膠都是全身的 幸好它沒有絕實了吸 我就很輕易就 就拿了呼吸出來 要處理尾掌之前 我必須要洗吸 亦是為何你一走出門口 聞到這麼大的味道 就是這個原因 好 我們還有一個發流器 這裏是V4的發流器 如果下次你拍片 可以早點跟我說 我就可以有多些配件給你看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部件 非常複雜 有一系列的浮球 擠嘴 三星 油傘 油傘彈弓 吸底膠圈 對 因為我覺得穿不到車的原因 是擠嘴失了 這兩支是擠嘴 我們通稱一支叫屎撈 一支叫冥嘴 洗吸的東西 化流器結構 我有機會再說 塞了 所以要清潔 清潔就要用洗吸水 所以這裏會很臭 而當我一邊洗的時候 我發覺 真的 屎撈是被污漬塞住了 所以為何它穿不到車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落不了油 因為落不了油 這些是我以前用剩的洗吸水 垃圾到不得了 它真的只可以洗 但它擁不走些結晶 結果用一些強一點的洗吸水 就可以洗掉它 這支是垃圾來的 這支 真的沒人用這支 這支我已經洗了兩個小時了 因為要逐一點逐一點 還有剷走所有膠邊 如果大家有看過IG的話 這個吸水曾經被人摔破過 我有解決方法的 已經處理了 亦都想告訴大家 喜歡經常說要看魚球片 說要玩舊車的人 想跟你說一句 玩舊車 有時的東西 真的不拆開不知道 洗完吸水之後 我再叫你出來 看看車子穿不穿到 OK 好 辛苦你 時間 時間 7時54分 我洗了4個小時 連續砌車 陳明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街上弄的時候 我們沒有製造過油缸的油缸 之後它進入油缸之後漏電油 原因漏電油的位置在這裏 這條喉是油缸落油缸 油缸落這個位置的油喉 然後可以落發牛氣 這條短的就是上手用錯油喉的尺寸 它插了一條油喉 之後拿了一條索帶 沒有漏油 但根本上這條喉是不適合尺寸的 這條喉是有電油 我換了一個合尺寸的電油口 同時加上喉碼 確保不會漏油 兼且發熱器砌上去 封盒砌上去 有些事我拍片沒有告訴大家的 就是當大家看我試車的時候 這部車是四缸的 這部車放在街上 有空穿著它的時候 是一時四缸一時三缸 去到上來的時候 就由四缸三缸變成 穿不到 所以就細級了 所以假設現在一開車的時候 是應該聽到四缸的聲音的 我要你幫忙 這條氣喉我已經用螺絲塞住了 一會兒你要幫我擠電油 落這條油喉 把電油打滿發熱器 然後我會開始開車給電油和封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好 擠電油進去 OK 一斤塞到底 有一個先打開 為了這個撻車的遊戲 我已經有个充電 要確保這部車撻得著 假如它撻到沒有電 我馬上換另一顆相片再撻 試試一下 再鎖一會 沒有什麼感覺 再鎖一會 是不是已經由四個盤變成零盤 沒有,零盤 就不會再上去四個盤 你不相信我細級的手工嗎? 我相信 我不相信引擎而已 是不是要抬抬了 你不要要我抬抬 我馬上再試一次 我先看看有沒有漏油 可以的 有嗎? 沒有漏油 沒有理由 我們換了最上次漏油 看一條喉 不是,那要檢查清楚的 你是不是想問自己 叫你來講這些 行行行 好,再來 好,我先教士路 這個時候我會扭一扭抬抬抬 讓車子容易扭抬多一點 抬起油壺 射點電油下去 看到滿就收手 好,滿了 OK 我抬抬抬抬抬抬 然後你繼續 你見到小電油就噴下去 OK 來了 來吧 一定場 來吧 停下來 我先教士路 再穿一下 這些是四股的聲音 繼續給油 它很肥油的 你保持著 我好專注 你不要吵著我 停下來 待會兒 出車 車已經開啟了 下一步我們要釘蓋 再上油缸 試一下車是否真的可以開啟 就可以開啟了 繼續開啟,上油缸很快 啊,只要有心 人人都做得到 人人有工鏈 人人有車做 千萬不要製車 不知道油缸有沒有油 有了,來吧 現在正在找機準的轉數 沒有記錯是1500轉 好,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在我做洗級這件事 我是有貼上Instagram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觀眾 就會說 這部車很殘 很貴 很不值得 這部車多少錢 給我穿就不會買了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人 真的玩舊車 或者有多少人認同這番話 大家見到它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跟進 可能大家的著眼點 只是放了一部車 穿還是不穿 五萬元或者八萬元的老爺車 其實它都可以有這樣的問題 不可以見到我這樣做 就代表這部車是垃圾 不值錢 你看到街上的車可以走得 不代表性能好 不代表狀況好 至少我現在親手補充 我洗級 我做齊了所有事情 我做完之後 我走出街 我可以放很多車星星 我的意思是 比起同款老爺車的情況下 我打個比喻 我就算 我就算VFRO群出車的話 我很有信心 我部車的性能可以好過他們 因為最少我跟過 因為大家駕開新車 未必明白那種感覺 這部車30歲 我問問大家 這30年以來有沒有失過戀 有沒有試過逛街摔倒 有沒有試過弄傷 流血 一部30年的車 你對比人 人都會弄傷 更多放在一部電單車 以前的人有沒有去維修它 以前的你有沒有被人心靈照顧 或者找朋友聊天 或者摸摸看醫生 腳又可以 所有東西套進去人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如果這部車不是那麼多 又哪有片給你們看 如果我部車是很新正的話 我不用拍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想讓大家看到 由零到現在 究竟中間要經歷什麼 才可以令到一部車起死回生 好,這部車可以穿 假設它可以走 下一集 就真的會做回尾鏈的問題 VFRO翻新計劃繼續 看看將來它會變成怎樣 最後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的Facebook Paste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可以加入Patreon的會員 繼續支持這些整車影片 今天我清空了整個場 我才可以拍到這些影片 就是這樣 下一條影片再見 吃飯 OK,吃飯 GoGoGo 拜拜